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很多人都在分析说在这个大环境底下 香港这次反送中因为中国大陆就是说 怎么讲要没有对他们下重手 因为这个国际环境形象等等的问题 但是因为这个聚团体就结束了 结束了之后虽然林郑月娥道歉 然后暂缓等等的 但是民怨似乎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平息 甚至于还有激进化 那么去占领了他们的这个 等于是台湾的立法院 有点类似这样子了 那么所以很多人就说他们这个太阳花 可是呢 当天半夜就已经被清空了 那也很多人说 人家都已经中美都已经结束了 聚团体都已经结束了 你们还以为还有这个空窗期 结果果然就马上的被清场了 好 所以今天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上周的吴宗杰 跟我们大家呢 来深度的 大家都听到了反送中 反送中 香港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逃犯条例 却能够让香港 有香港总共才多少人啊 200万人如果走上街头的话 等于是每六个人就有一个香港人走出来 不只哦 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香港其实700多万人口 哦OK 那等于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走出来 那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那为什么 他等于是一个全面性的 百分之百的这样子的一个 民怨呢 愤怒或者是害怕 或者是怎么样的情绪 所以我们今天 请中杰来跟我们谈一下 那么我们从台湾 怎么去观察香港的这件事情 首先 你们觉得 为什么会有200万人 对 我觉得可能还是先跟听众朋友 稍微再说明一下 这个送中条例 其实它就是一个逃犯条例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在讲的那种司法互助 然后可以互相引渡犯人的条例 那这个根源呢 其实是跟台湾有关 因为其实是去年的时候 在台湾发生了一起 就是香港情侣的凶杀案 就是这个男生 他杀了他的女朋友 在台湾之后 那他后来潜逃回香港 那因为他的犯罪事迹是在台湾发生的 那香港没有办法用这个杀人罪来办这位男生 那所以 管家权在台湾 对 管家权其实在台湾 那因为台湾跟香港 其实是没有一个名文的司法互助协定 我们算说台湾政府 其实是愿意用个案来互助来协助 但香港那边 他们好像也不太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引渡 或许是也许一个中国框架下的压力等等 那反正最终结果到今年的时候呢 港府变成他们就是要修订这一条逃犯条例 那当中其实 修之前跟修之后的差别究竟是什么 修了之后差别意思就是说 未来假设这个逃犯条例通过 那比如说 因为他没有管台湾要不要了 但他就是先假设台湾会同意 那就是说 假设未来像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就是这个人是在台湾犯罪 但他逃回香港 那其实他是可以从台湾被引渡回香港 用杀人罪侦办 但是另一方面来讲 因为他这次 不是他已经在香港了 这个杀人的人已经在香港了 就是说等于是台湾愿意放弃我们的司法管辖权 让香港去审判他 某种程度是这样 但这次其实更争议的 应该是说他不用再把这个香港人 送到台湾来受审判 然后但是这次会让大家两百万人走上街头的最真结点 其实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引渡条例当中 他们把中国也放进了这个引渡条例的范围之内 那其实中国跟香港 就是大家知道香港是在1997年回归的嘛 但其实在97年回归之前 他们本来就已经有一个相关的这种逃犯引渡条例 只是当时 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90年代的中国 他们的法治是可能在国际上是没有那么被信任的 那所以其实当时邓小平他们也知道说 为了要让香港97年回归之后 所谓的马照跑舞照跳 就是香港的繁荣还是可以依旧 让国际还是可以信任香港这个金融城市 对 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逃犯条例之内 是没有把中国列入范围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中国的犯人犯了法 那他跑到香港来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被中国 寻正式管道从香港引渡回去中国受审 然后去服刑的 那大家听了会觉得 那这样听起来也合理啊 如果一个人在中国犯了罪 那他要在香港被引渡回去 就是如果你犯法你要服刑 这个好像也是很合理的事情嘛 但我觉得其实问题的癥结点就是在于说 毕竟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法治并不算是一个独立法治 他们不是所谓三权分立的社会 他们的法治制度 其实是最高目的是为了所谓 维护社会稳定而存在嘛 那当然既然他不是一个独立的法治状况下 相信大家不管政治立场如何 这几年或者十多年来 其实也都看过非常多 反正不管怎么样啦 没有人愿意在中国大陆被审判就对了啦 简单讲就是这样啦 对就是没有人会想要被送回中国 被审判嘛 那这个其实就是踩到了香港人的底线 因为其实前几年也发生过嘛 香港有个铜锣湾书店事件 他们人明明是在香港 或甚至是在曼谷 那他出版 虽然说是所谓中国的禁书 可是他不是在 真的在中国出版嘛 他是在香港出版 但他们也被抓到了中国去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而且是 有点是失踪 对他其实有点像是 不是明目张胆的说 有个有个鞠票 有个检察官来抓你也没有 对他不是循那种正规的法律附近 把人抓回去的 而是被失踪这种感觉 那等于这个法一开之后 其实我们这次访问香港人 有人就是他就用一句话比喻 就是把这件事情合法化 对他就是说 未来你降落在香港 就等于你人降落在中国 这两地已经几乎 在法治层面上是没有差别了 所以所谓的逃犯条例 并不是说 今天中国的逃犯到香港 要送回中国 或者是说 香港的逃犯可以在香港受审判 那譬如说好 台湾人犯了罪逃到香港去 香港应该送回给台湾嘛 我们会希望是这样 所谓的逃犯条例是这样 照理说是这样 那他现在香港害怕的意思是说 那是不是香港人 如果在中国犯了罪之后 那我回来香港受审判 我也不希望在中国受审判 那他现在的意思是说 如果在中国犯了罪 我是不是香港人会被送到中国去吗 还是说我在香港犯了罪 都有可能送到中国去 应该不至于吧 应该不至于在香港犯罪之后 但是是说你在中国犯罪 会被送回中国 但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在中国有没有犯罪 对的问题啦 是 因为你有时候你没有犯罪 也也中国就说 有你有犯罪就把你抓去 是是是 尤其比如说 那你有口说不清 对因为像这一次 其实为什么两百万人都上街头 而且跟当年 呃 占领中华运动之后很不一样 这一次其实很多商界就是传统大家都会认为比较传统 呃比较保守 甚至比较不会对中国提出异议的声音的人 也都出来说话 因为我们这次也访问 对一个在中国经商多年的香港商人 他说谁在中国经商 你没有做过灰色地带的事情 你没有做过那种 所谓的犯罪的认定很模糊啦 比如说你难道做生意不用打通关节吗 你不用多少给点好处吗 甚至房地产商拿地 你百分之百确认你拿地的各个过程都是合法的吗 那你会不会有一天你就被追溯 因为这个逃犯条例是有追溯期 就是他可以塑及寄网的 所以他啊还塑及寄网 是是 那所以说呢 他就是不塑及寄网就很恐怖了啦 还有塑及寄网 就是说他变成就是说你人虽然在香港 对 但是你有可能会被抓走 对你因为什么什么罪名 你就被抓回中国 对你而不是说像我们 你刚刚举那个例子 是刚好相反 是说他在台湾犯罪 可是他却可以在香港被审判 而不是被送来台湾审判 但是你现在香港人如果在中国大陆犯罪的话 不是在香港可以受审判 而是要被抓去中国大陆 那没有这个逃犯条例之前的话 是没有办法循这种正式的法律管道去引渡犯人 所以香港人就算在中国大陆有犯罪 也不能引渡过去 对就是你 简单说如果你躲在香港是没事的啦 意思是这样 那这次 其实这次修法的时候 港府后来也有慢慢退让 列了一些弹书 因为原本他们这个逃犯条例是适用46种罪行 那后来他们自己有限缩成37种 他把譬如说保证说 你商业罪啊 经济罪啊 政治罪这种 然后还有刑度7年以上 才会被送回中国 所以等于是重大刑犯才会有的 但是我们也好奇说 对啊那港府都有弹书了 为什么港人不买单 那我们也问了香港的大律师 他们是说 就是不相信大陆 对其实根本点就是不相信大陆 因为大陆如果我明明没有打你 大陆一个人跑出来说他把我打中伤了 那你怎么办你还是要被送去啊 对 就是你就会觉得在大陆就是 就是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形 简单讲就是这样 而且因为他们其实这个弹书 并不是白紫黑字写进法条里 他这弹书比较像是一种行政命令的感觉 他不是真的去写进法条 所以其实港人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相信港府给的这些弹书 那因此 站在大陆的人的立场 一定不能理解 是 他们一定不能理解 为什么犯罪可以不受审判呢 为什么犯罪不应该那个呢 对 大家不能理解 香港人担心的不是犯罪不受审判 而是我没犯罪也被你们那个 或是就像铜锣案书店一样 明明我觉得我没有犯到法 我是在香港出版你所谓中国禁书 我不是在你中国出版禁书 就很像那个谁一样嘛 那个美国的危机解密一样 然后你美国人不会因为说 他是因为解密要抓他 对 而是说他 我会用别的罪行来办理 然后就说他有性骚扰谁 性侵谁啊 他到底有没有性侵谁 晓得呢 对 这种东西你就变成是罗生门了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这次香港人之所以两百万人走上街头 大家都这么恐惧的原因 那甚至很多 比如说在香港的美国商会 在香港的北欧的商会等等 这些人 他们也都出来 就是很明确的表达他们的立场 就是是反对修法 因为他们很担心 等于香港失去独立的法治之后 那我怎么敢继续在你这边做生意 不要说是大陆了 我坦白讲如果我今天台湾人 你再怎么不相信台湾的司法 你如果在美国啊在其他的国家 你还是觉得再怎么样还是希望回到台湾 对不对 因为总是 有种人情土清的感觉 或至少你熟悉这些制度 然后你面对司法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没有人愿意嘛 那大陆有时候 第一个大家比较敏感的 就是说因为政治理由 而被送过去 第二个有可能 搞不好你得罪了谁啊 他可以用这个陷害你啊 甚至像我们这次访问的 那种香港商会的人 他们也都说 对啊你怎么知道 未来我在商场上的竞争对手 不会用这些理由来构陷我 对啊我跟你讲 大部分的政治冤狱 都是这样造成的 所以大部分都觉得 我又没有在政治上 我又不是一一份子 为什么要抓我 是 通常就是因为 你得罪了某某人啊 或者是有人想要升官啊 或者是什么 很多都是因为这样啊 对 所以其实这次 两百万人走上街头的根源 其实就是对中国司法制度 无法信任一击 其实大家香港人 更深层一个心理的恐惧 是说明明当初九七回归 你不是跟我说好 一国两制 对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怎么今天才22年 我已经香港要变中国了 这样 就是这个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恐惧 因为其实在这个之前 也已经有好几次事件 比如说像去年 他们也要推一个叫做一地两检制度 意思就是说 因为中国的高铁 已经开通到那个香港那边了嘛 那其实他们就是要在香港的 中国高铁站那边 设一个口岸 意思就是说 检查站 对对设个检查站 那你在那边等于已经是 适用中国的法律制度来被检查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就已经是挑战到原先 香港所谓的独立法治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 他们已经有慢慢这种 好像一点一点一滴被剥夺的感觉 所以这次就造成这两百万人走上街头 但是这件事情 对于港府来讲 或是说对于这些 就说他有急迫性吗 对其实这也是大家一直很疑惑的一件事情 因为林郑月娥他的确讲说就是因为台湾有需要 但其实台湾政府一直说 我们愿意用那个个案协助 其实为什么你要 我们有访问一位那个陆委会的官员 他就说你只要喝一杯牛奶 你干嘛养一头牛 甚至最后做了整个农场这样 就是他们也不理解 就说基本上 如果说这是一个单纯正常的现象的话 这是一个小小的技术性的立法 不可能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应 但关键就是说你动到的这个敏感的神经 是因为大家对大陆司法体系的不信任 这件深层的害怕 是这件事情 那林郑月娥难道不懂吗 所以她是真的很不接地气 她真的不应该去踩这个敏感的神经 那当然站在林郑月娥的立场 因为永远不会轮到她 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她的身上 所以她就觉得说这哪有什么好怕的 搞不好她觉得反正你们这些都是罪犯 无所谓啊 只要有神之以法就好了 那这种就是真的不接地气 你真的觉得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吗 搞不好哪一天发生在你身上你就知道 是 然后其实这一次逃犯条例这个修订之后呢 其实它完全不只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事件 其实它更引起的是 它挑战的是香港的一个经济地位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怎么说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不一定理解说 香港为什么现在还是一个 即使上海发达了 那香港为什么还是一个相对外资 然后还有金融界很喜欢在这边投资 很喜欢借由它跟中国做生意 为什么没有办法一下就被取代 对对 其实是因为他们在1992年那时候就修订了一个 跟美国修订了一个香港关系法 那这个法里面呢 其实就是给予了香港几个独特的地位 包括一就是它是一个免关税的地方 二就是说 它是一个享有 有点像是中国治外法权 就是独立法治的一个地区 对那等于在这个一国两制 加上这个香港关系法的保障之下 它让香港变成一个中国很特殊的存在 就是说 你明明是想跟中国有些资金来往 想做生意 可是你又不想要 好像我直接进到中国里面 被中国种种的司法管辖 种种的制度捆绑 那你就会选择在香港 没错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那可是这一次 因为这个修法的事情呢 其实美国那边 他们国会议员也都开始有提出声音说 那我是不是要开始修这个香港关系法了 因为他们认为说 当初我们之所以愿意有这个香港关系法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奠基于香港有独立法制 香港跟中国是不完全一样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才愿意给你这些特殊优惠待遇 那现在如果你已经根本是一国一制 而不是一国两制 那我们也要开始修这个香港关系法 甚至提出新的法案 那等于未来你香港还可不可以拥有这么多特殊待遇 这件事情就没有人可以知道了 所以这个也是这一次影响这么多 包括连商界啊 然后很多各界人士不再只是好像关心政治的人 走上街头的原因 对那其实还有 那美国寄出这件事情是故意的吗 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 对不对 当然我想他一定知道 有点好像就是说 那如果是这样 有点就是说那是这样的话 我给你的 因为这个香港关系法给你的特殊地位的话 那我也要取消了 那有一点点好像在火上加油的感觉 我想美国一定也是 因为我们如果把那个镜头的角度放得更大 其实大家都到这一年多以来 中美一直在贸易战 在各种不管科技啊金融领域 一直是很严重的在角力嘛 那其实香港当然对于中国跟美国之间来讲 他其实就有点变成一个筹码 比如说美国就认为说 那我现在 你现在香港出这件事情 那我就把这个也当成一个 来跟你谈判的时候的一个棋子 那你要不要让步吗 你要不要在贸易战上让步 你要不要在哪些地方 你稍微多听话一点这种感觉 那当然中国也会觉得说 香港是我所谓的国内事务啊 你怎么可以来干预呢 那我反而更要在其他地方 然后可能搞不好强硬起来 跟你对抗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当然对于美国来讲 一定是有其他的政治目的跟利益存在 所以说事实上 美国的确也在操作这个议题 那么对中国大陆施加压力 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也不希望在这个时刻 香港因为这个问题变成是一个全球性的 就国际的一个事件 那国际高度的关注 或者是同情香港的立场的时候 都会使得就会撤走 北京在这个时候 他不管是尤其是在面对中美贸易大战的时候 都会造成很严重的牵制 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北京来讲 我觉得某个程度也说明了 逃犯条例真的没这么严重 他其实根本没有这么想要这条法 就是说对北京来讲 这对我来讲真的没有这么重要 所以我不需要为了这个东西去投马蜂窝 造成国际上的压力 然后又变成是对北京形象的一个重大的打击 这是他最不需要的 毕竟他现在光是经济秩序的维稳 就已经淘末来修了 这样他何必要你再有一个香港捅这个娄子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的确 在6月17 18 其实那时候他们就已经 港府就出来说 好我们会暂缓修订这个条例 其实他们所谓的暂缓 其实第一时间就已经出来说要暂缓了 对其实暂缓就已经跟所谓的撤回 几乎是一样意思 只是他们一直不愿意用撤回 讲撤回两个字 对因为撤回的话 其实有点有失掩面 所以他们就是说用暂缓这个方式 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香港跟北京的立场 其实也很明确 好我现在是经济秩序稳定为优先 那这个政治的事情 反正我过一年过两年 我再来慢慢弄也是一样的 对因为香港毕竟 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之下 其实你就算再能拖拖的再久 其实50年的期限到了 如果这个一国两制制度没有办法展演 那香港其实终归就是会回归成中国一个平凡的城市的这种感觉 所以中国大陆其实也没有必要急啊 急什么呢 真的不需要急啊 你就吃快弄破碗嘛 你急反而就是说让人家对你的观感啊各方面 还有你的信任度 是 通通都不信任了 我觉得是非常得不偿失 对中国大陆来讲不应该急的 反而应该真的让香港成为一个 你知道有点像样板 有没有啊 就说你看我这个一国两制多么的好啊什么的 就很蠢才会自己把自己这个样板给破坏掉啊 其实这次很有趣就是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环球时报 他其实是很鹰派 帮中国在国外发声的一个媒体 他的总编辑其实这次在这个香港逃犯条例事件的时候 他有出来说话 而且他反而是支持香港应该维持一国两制 维持他的法治独立性 维持他的经济特殊地位 这样才有办法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要不然就是这个两任特首都愚蠢至极啊 上任上一任那不止愚蠢 根本就是有点感觉不太正常 然后呢那林郑真就是太官僚了 我觉得他真的是太官僚了 那所以就变成就说这是这是很笨的 因为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 他基本上在你如来佛手掌心里面 已经翻不出来了嘛 你何必每天到晚跟他这样子过不去呢 然后让香港的问题扩大 然后让你中国 中国问题要解决问题已经很多了 然后再让香港变成是你一个 就是一个火上天有的 这就是拿一叉堂在脖腰上 这实在是很傻的 休息一下再回来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郑李文 今天呢在现场为大家访问的是 商业周刊的资深记者吴中杰 这期商业周刊的封面故事呢 要跟大家解读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呢忽然200万人上街头反送中 刚刚大家看到的跟大家解读的呢 是第一线的原因 就在政治上面直接的原因 但是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就是说 今天如果没有累积一定的民怨 或累积一定对于政权的不信任 事实上就算发生了这件事情 就算大家有疑虑 应该还不至于到200万 20万就很不得了了 说实在的 应该还不至于到200万 所以香港到底怎么了 对 就还有背后深一层的原因 其实这几年有几件事件 大家可能已经看过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通关书店事件 那甚至其实前几年 他们的那个立法会议员 就相当于我们的立法委员的 第一位的这样的立法会议员 他们有几位就是所谓泛民主派议员 泛民派 对对对在要就职宣誓的时候 因为他们更动了一些誓词 那结果就被港府以说 你宣誓不合法 对不合法为理由 然后就是他们叫DQ 就是disqualify 对就是取消你的资格 没收他的资格 对就不让你上任 这是非常幼稚 而且不可思议的行为 怎么会有人这样子 以前那个民进党啊 那时候还不承认 中华民国宪法的时候 不是什么立法委员宣誓的时候啊 不要宣誓什么什么干嘛 你很喜欢玩这一套 这就是一种花招而已嘛 你要真的当真跟他玩呢 真的是 对所以其实政治上是有这些事情 就是慢慢累积民远 对啊你也是港府 不要理他们就好了 对然后结果 你越这样子 他们就哇 越做大 对然后结果其实是在那个 经济跟金融上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一些事件发生 比如说这几年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是非常多的中国公司会去香港港股挂牌 是啊我刚刚正想讲 对 因为你刚刚不讲说 呃因为香港有特殊自由的环境 跟法治嘛 所以呢 大家就算外资 希望在香港 然后以香港作为基地 再进到中国大陆 而不直接到上海 对 那其实大陆的很多的大公司 也希望在香港上市啊 是 也 也 对不对 对 因为毕竟在港股上市 大家觉得可以比较 更容易接受到国际资金 对 但是问题是就来了 大家发现说 哎 为什么现在在中国 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 中国公司 一堆都上市没多久 就跌破发行价 然后甚至还大跌好几成以上 这个其实是蛮不寻常 不妙不妙 对的状况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一般的股票 你刚上市是会有蜜月期的 你一定很快会飙很高 结果他们很多股票 上市之后没多久 就跌破发行价 然后甚至还传出财报造假 等等这些问题 那大家就会想说 到底为什么 当然这不能证明 有直接关系 但我们访问了一些 香港的金融界人士 大家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说 其实现在香港证交所的主席 他就是一位中国人 叫李小嘉 那中国人当主席 你也不能说一定就不好 但是第二个问题是 香港证交所的监管单位 就有点像我们的金管会 这样的单位 结果他的主席 竟然也是中国人大代表 就他虽然是香港人 可是他是中国人大代表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立场 是跟中国非常 亲北京 对对对 非常亲北京的 那大家就会质疑说 那你这样根本就是 求援兼裁判 你北京这边 你既香港证交所主席 又是你的人 然后结果监管单位 也是你的人 那你是不是你中国公司想要来香港上市 很容易就可以指手遮天 这样 那这个也是在金融制度上让大家非常不信任 还好像前几年 其实有一个事件叫做811汇改 就是说在8月11号的时候 中国他们宣布说 他们要进行汇率改革 那结果让人民币在一年之内就大跌了好几%以上 那这个其实对于一个货币的稳定性来说是蛮不利的 那这个也其实让当时香港很多金融公司 他们在这个汇率上都吃了很大的亏 有非常大的汇损等等这些事件 那甚至当然还有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房地产是非常的 举世文明的高 是一般民众的无法负担的 很多人都是要住那种 可能以台湾的坪数来讲 只有两坪三坪不到那种小房间这样过生活 那香港的房地产之所以高 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是来自中国的资金 在等于在香港的房市不断的买房 所谓的炒房这样 那所以其实这一次的逃犯条例 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发生 是说当港府提出要修订 然后事态越来越紧张之后 香港有一家上市公司 叫做高盈金融 他们决定要放弃 他们原本在香港旧企德机场那边 拿到的一块地 他们原本已经拿了那块地 等于未来要去发展盖住商大楼等等 可是他们宁愿要付大约2500万港币 就是差不多台币一亿左右的违约金 他们也要放弃那块地 很多人以为说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现在香港局势太动乱 所以你因此不要这块地了 结果其实不是我们问金融界的人士 大家都认为说 其实这个根本是代表说 这家上市公司 他对香港房地产市场未来长久的不信任 为什么会对未来长久不信任 不是明明只是一个短期动荡吗 因为其实这次原本要修建的逃犯条例之内 他有一个内部有个条文是说 他可以冻结你在香港的资金户头 那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中国的有钱人 或是中国的贪官来讲 这其实是一件很严重很紧张的事情 对香港不再是天堂了 对香港不再是他们那些藏钱 或者是把钱搬来搬去的天堂了 那这个其实就是会影响香港房地产市场 因为香港房地产都谁在买 都大陆人在买 那大陆人当中一定也有很多是这些所谓的贪官 或者他们可能是 就洗钱吗 对就是拿来洗钱用的一个手段跟工具 那当未来如果逃犯条例通过之后 这些管道都没有都被封住被堵住 那香港楼地楼房市场 一定相对就会开始没有以前那么活络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当初很多商界担心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香港有点治外法权就对了 不受大陆很多的鞭长莫及 那对很多的大陆的人来讲 他如果不想离开大陆太远的话 香港真的是个天堂 离大陆那么近 你有一点没有离开没有出国的感觉 可是又在这边又想有自由 然后你又可以把钱藏在这里 因为在大陆钱是不可能藏起来 不让共产党知道的 对不对 那你在香港又可以把钱藏起来 那如果没有这道防线不见了的话 那这些人就会考虑就是说 还是常去美国好了 或还是常去哪里 这些都会方方面面会有影响 但是这些是有了逃犯条例才有影响 那没有逃犯条例之前 香港的经济就不好了吗 没有逃犯条例之前 其实香港经济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 并没有那么明显的衰弱 但是贸易战开打之后 其实我们是看到 不管是他们的GDP 然后或者他们的房市指数 等等这些数字 其实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因为毕竟香港一直以来 就是一个中国对外的窗口这种感觉 那当贸易战在打的时候 其实当然香港这个 他的贸易啊 转口贸易 然后他的金融进出 也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其实这一年左右的香港 的确他们的经济状况是没那么好 那这个我们相信也都会是 引发累积民怨的原因之一 那么刚刚讲到就是说 这一次的反送中之所以 为什么一个这么简单的 技术性的逃犯条例 反而引爆了 比之前那个更严重 直接牵涉到 你有没有民主选举的权利 照理讲说这个应该 虽然当时感觉也很严重 雨伞运动 但是问题是说 这次的人数更全面化 那么大家就会很好奇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条例啊 为什么大家的反应这么的激烈 那么就刚刚跟大家解释说明了 那么当然这个东西 不只是影响你香港人的 心里面会蒙上一个 很大的阴影之外 那么对香港特殊的地位 它的魅力 它之所以会吸引 全世界的资金的魅力 也会因此而打折扣 那么我看到你在这个专题里头 你还特别写了 就是说那台湾人呢 你除了同情香港 会影响到台湾人吗 假设当初那个逃犯条例通过的话 其实对台湾人是会有影响 因为很简单就是假设 因为中国之前 他们现在也正在修一个法 就是说未来 你在法庭被告不需要审判 不需要出庭被审判 其实他还是可以做出 法官还是可以做出审判 所以其实搞不好 哪一天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在中国就已经被定罪 或者是说即便你没有罪 但是台湾不会被引渡到中国去吧 但是如果你当初如果逃犯条例通过之后 其实你进到香港 你只要到香港机场 我懂你的意思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 只要你到了香港 回到台湾更安全 回到台湾基本上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你在香港基本上你也没事 可是如果是有了逃犯条例之后 你如果台湾人在香港也会有事 你就可能会被引渡到中国 甚至也有可能其实你并没有真的犯什么罪 可是中国要你协助调查 你也是有可能 因为其实我们去年 连协助调查都还要 对我们去年 都不行 去年就有个例子吗 是那个UBS瑞颖 其实他们就有一位 应该是台湾裔 不确定他现在还没有台湾国籍 但台湾裔的人 他就是被去中国出差的时候 他是原本去出差 结果就被扣留在那边要协助调查 因为可能没有 最后没有人证实到底是什么原因 但是有人推测 有可能是他的客户 他做那种私人理财 他的客户也许金流有问题 那中国希望他要来 也许是提供市政啊 或是提供一些证据等 他就被扣留在北京好几天 所以就变成 他这个线牵出去 对 就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波及到 是是 所以这是原本大家反弹这么严重的原因 台湾也很多人在香港 是 台湾其实非常多人在香港 经商啊 工作等等 对啊 台湾很多人在香港 那就变成就是说 所以你 等于是你只要在香港 你都会被影响到 是 对不对 不管你是 对 另外这一次其实还要引发另一种讨论 当然前阵子 各个想要选总统的人都表态 就是说一国两制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在香港看起来就是 这好像不是一个这么成功的制度 这种感觉 那如果未来台湾要怎么走 大家可能都还是要进一步来思考 因为已经看到有香港这个例子在前面了 就变成就是一国两制本来就在台湾没市场 已经就是说一国两制在台湾是一个很黑的一个词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变成就是说 哦你看 其实香港一国两制又是个骗局 所以说台湾怎么会这么笨呢 还要去支持一国两制 就强化了 本来一国两制在台湾就很黑了 再加上香港的这些事件 你就更强化台湾人对一国两制的这种厌恶跟 那个不信任感 那么这个东西是因为当时邓小平提出来的 改革开放制的时候提出来的 那么现在呢 他们也很难去改 但是我想 我觉得在我不晓得 我觉得如果大陆人有认真的做一点点功课的话 真的很在乎台湾的问题的话 怎么可能不知道一国两制在台湾毫无市场呢 对不对 休息一下再回来 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郑立文 在香港发生的这个反送中的事件呢 当然全世界都非常的关注 某一个程度呢 其实大部分的舆论都是同情香港的 那么在台湾更是如此 那香港呢 也对台湾有一种很特殊的期待 或者是幻想 以前我们小时候 其实香港人是很瞧不起台湾人的 是因为他们走得很前面 然后也很 就是对台湾也一点都兴趣都没有 你看现在在很多那个观光区啊 或者是这种 很多都是香港人 像香港人爱死台湾了 一下子我们台湾就觉得很羡慕我们了 对不对 那在几次的香港的重大运动里头 你也看到很多那个 很多台湾人 很想去下指导期 我来教你们哦 台湾是怎么民族化的 越帮越忙 因为香港跟台湾完全不一样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呢我可以理解啦 那香港人当然就寄希望于台湾啊 期待台湾啊 怎么样啊 真是怎么看 对其实这一次我们在出发到香港采访之前 我们最近现在台湾有电话访问 岳阳访问过那个 香港有位歌手何运师 就他是一直非常支持这种香港民权运动的 对那他其实在访问当中 他们就有提到说 他当初他们在香港 等于正式主权移交回中国之后 他们一度也是对中国其实是抱着期待 那甚至他说像他 因为他是一位出柜的女同志 然后2012年出柜之后 他甚至其实当时去中国 也都还可以接商演啊 做演唱会 其实他们也都还是 对中国是保有希望的这种感觉 但就是可能从2014年的占领中环 雨伞运动等等 一路之后 那就开始让他好像失去这个信心 那他就变成好像他们对台湾 一直有一种寄予厚望的这种感觉 就是说好像台湾你要珍惜啊 守住你们的民主制度 守护好你们的自由 我们一定很珍惜啦 我们也一定会守护的 他不用担心啦 他把他自己顾好就好了 是是是 然后后世还有另一种香港人的声音 我们这次去也听到很多 或是他们会蛮谢谢台湾的 就是他们一直觉得说 虽然说香港台湾两地 有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文化背景 然后不同的政治制度等等 但其实在香港这几年 每一次出来 有一些争取民权的运动等等 他们也都会觉得说 好像得到很多台湾的支持 或是问候 所以像我们这次有访问 因为香港的立法会议员 叫做杨岳桥 他也是有律师的身份 然后是香港算是有点像是 现在政坛新兴这种感觉 那访问的时候 其实他就也特别说 他们很想谢谢台湾人说 一直以来对香港 不管是关注 或者是实质的支持也好 他们其实都有感受到这种 好像香港跟台湾 一起面对中国的这种感觉 这样 是当然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香港的确是很值得同情 然后也的确像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你站在台湾的角度 我们经历过很多的民主化的过程 那你很能够 也不是每个台湾人都很理解 但是起码 就是说对台湾人来讲 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说当这个政权很僵硬 很官僚的时候 其实你会制造出很多不必要的民怨 那么因为中国自己 他本身要转型 他的问题就很大 那对于香港来讲 他当然就是会期待这个期待那个 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觉得对于香港来讲 大家会很支持很同情 但是你不要有过度不切实际的期待 还有对于自己香港的未来 我觉得要看清楚 就是香港他现在都还出现了认同 跟定位的这个混淆的问题 那这是一个会伤害你一个 民主自由运动会在认同这上面会影响 对啊 所以对于香港人来讲 这是这是一个需要成长的过程 学习的过程 对他们也说 我都觉得说他们其实应该也让北京或者是官僚去学习 怎么应对这些 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 因为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受训练 他一定会很僵硬 那你要去学习说你这样的一个僵硬 只会帮你自己制造更多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东西你越担心你越想打压 你越想控制 他越打压不住越控制不了 所以你必须学习就是说当你愿意沟通 愿意对话的时候 你会发现人们的期待没有像你想的这么的邪恶 没有这么恐怖 那即便你讲说你看少数人就是要港督 一天到晚都要去引进什么美国的力量英国的力量 然后一天到晚都要讲说香港就不是中国 香港要独立香港最好是英国的一部分 美国的一部分这种有点就是背叛祖国卖国的这种感觉 那种人毕竟是少数嘛 你面对的很多的人不是这样子想的 那你用这种方式来继续打压香港 你只是逼更多的人去参加这些人而已 就是把更多人逼上梁山这种感觉 变成你就是官兵民反这都是不治的 但是这个官是要学习的 他是要学习说你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达成目的的 你不能因为这样的你中国大香港小 你就觉得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达成你的目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你双双边都会都要学习啊 那香港这边要学习就是说 你就是中国啊你从来都是中国啊 那你要学习身为中国的一份子 那你又这么的不一样 那你怎么你怎么做这个中国的一份子吗 我觉得香港也要学习啊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上街头 甚至于产生某种程度的暴力冲突的这个过程 这些都是过程 核心的问题还是我们刚刚讲的问题啊 在继续访问你之前 我要帮罗大佑讲句话 我没有 因为我那天我就没有去参加他的演唱会 那我就听说 他在演唱会里头 大家也都知道罗大佑的在台湾的这种 他常年在音乐上面他某种程度的那种反反 很强的省思的能力 他当年也在香港唱过很多的歌 但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你对很多的问题的思考不会这么的单一啦 所以他当然是同情香港的 可是这些支持香港反送中的 在台湾的部分的年轻群众 为什么要这样子像红卫兵一样的 逼罗大佑要表态呢 那没有彻底的表态 就说他这样子是投机是怎样是怎样 而不能够接受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太暴力了 你们嘴巴口口声声在讲说 你们捍卫民主自由 可是你们做的都一点没有民主自由素养的事情 我觉得我看这件事情 我还蛮感慨的啦 真的我觉得我还蛮感慨的 因为你们不知道言论自由的真谛是什么 我很痛恨人家这样子要求人家表态 然后呢 我觉得所以这件香港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走过的历史 罗大佑用他的音乐 他曾经做过很多的事情 那你们这些人 这些部分小屁孩是凭什么这样子 说三道四 要求人家照你的意思去表态呢 对不对 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说 所以香港大的事情 小的事情 真的可以让我们做很多的反思 是是是对香港我们这次其实也一直会保有一个疑惑 在我们访谈中有很多受访者 那即使现在香港争取到了维持现状的自由 那28年后你终究一国两制结束那天要怎么办 所以其实很多人可能现在也是没有答案 但我觉得他们的心境或他们的想法就是认为说即使也许一国两制会在28年之后结束 但就算我未来要变成一个中国的普通城市 但至少在那一天之前我还是要为我的自由去捍卫 我还是要继续捍卫我现在现有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是他们目前的想法 其实对一个单纯的香港百姓来讲 他真的也只能这样 但是就是说你不能够让北京可以予取予求 就是说你必须感受到当两百万人走上街头的时候 虽然赤手空拳 可是他是有力量的 他是有力量的 他绝对是有力量 那北京也不会不可能说只是鲁莽的用高压的手段去打压 这是没有用的 对甚至他们这次也有点像是学习当年太阳化学院的时候 集资在纽约时报登广告一样 他们这次也是在G20之前 然后他们就集资了数百万以上的港币 然后在不管是New York Times 然后Financial Times 甚至日本韩国这些报纸都登了广告 然后就是因为这些报纸到时候都会被放在聚团体会场 所以他们就是希望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发声 让国际更多人来关注 就是说其实就是要善用各种的力量 然后争取到更大的能见度 更取到更多的同情跟支持 那每个运动你想想看两百万人 这两百万人里头搞不好有的彼此是仇人 但他们一起为了这个目的走上街头 同样的在这个运动里头 但很多人对运动里面少部分的基金派 其实也是不以为然的 那你对于运动的走法怎么样继续 或者是说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这也是难免的 所以对北京来讲 其实这也是难免的 我就说其实北京是要学习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一个双赢的 一个最后的一个solution的一个方向 那我觉得其实才是大家愿意乐见的 因为我们在旁边同情支持 这是一定会做的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这个解决还是必须香港的人民 跟北京当局共同的去互动之下 学习之下 不管是吵啊闹啊或者是合作啊 去找到最后的这个solution 就会决定香港的命运 今天非常谢谢上周的吴宗杰 谢谢 谢谢